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忆里完全可以到后来就是老年痴呆了 衰退了 你去看好了 一个人犯谐音犯的多的人 最后傻傻的那个脸看上去就是一副傻像 迎像和傻像就是这样 没有智慧的人才会有这种像出来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师傅呢 意念谐音也是很不好是这样吗 师傅 意念谐音呢 当然非常不好的 因为你如果意念谐音的话 你实际上等于意念犯罪啊 意念谐音的话还没到行为上面就是好一点 但是已经不好了 就等于我今天看见银行 你意念当中你想去抢银行 和一个你直接去抢银行 我现在分析你还不知道啊 意念抢银行也是不好的呀 对 那师傅意念谐音看有什么补救方法 念欺负还是马上收回来就没有事呢 师傅 如果很短的几秒钟当中 那当然问题不大了 这个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罪 不会定什么罪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时间长了 一直什么想 看见这个女人就想 看见这个男人就想 那你已经形成一个在你的六十天中到七十天中了 那么你进入八十天中的话 你就是个大罪了 不能天天想的 明白吗 那师傅 对对 那师傅你看有的人 他不是对于一些明星啊 这样意念邪音 那将来他种下来这个种子 将来是不是也要还这个明星的这种情债啊 是将来师傅 不一定还明星 就是还其他的 还其他他应该欠的人都有 如果你意念当中 你有这个 你去邪音人家 我告诉你就算一次 而且就算一次 就是你的命更当中的业障就多一个 也折瘦 是不是 折瘦的 会折瘦的 绝对会折瘦的 一般几个月或几天 一般不是这样的 他有一段时间的 他不会很快 如果你每天 对这个演员 那个演员全部都是邪念的 邪音的 而且落实在你的行为上了之后 你只要一个 你就是真的像现实生活当中一个一模一样 你想想看你一个人有多少夫妻 你能有多少异性可以这么做 你想想看 你这个就是报销的大了 你这就完了 你一个的话还好一点 你比方说十个 一百个 你很快就死掉了 古兽如财 一脸奸相 浑身是病 伤痛不已 早上爬不起 晚上睡不着 浑身无力 记忆力极差 这就是结果 好了 你看一个人的结果 我按一下 有个状况 我看一个人的结果 就不再是 就可以打过